新北市板桥北极公祖寺玄天上帝 及相邻一旁的福安宫 是当地西昆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 庙方庆祝建庙百年祭玄天上帝圣诞千秋 内政部长徐国勇代表总统蔡英文 前来资政玄武上帝匾额 立法委员罗之正及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等人共同出席共襄献举 同时感谢庙方庇佑台湾疫情 得以控制及地方人士的支持 总统这次赠扁给北极公 就是感谢我们声明的慈悲 让我们台湾疫情控制的这么好 所以我今天特别代表总统 来感谢我们地方祈劳 这么多好朋友的支持 让我们台湾能够一起往前走 当然也感谢我们罗之正委员 我们何博文议员 他们这些地方名义代表 所有里长们 我们所有公庙这些 董事长主委他们的帮忙 我也特别代表总统来感谢他们 立法委员罗之正表示 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期间 来到板桥北极公造访 今天透过内政部长徐国勇代表赠扁 向前还愿给玄天上帝 同时也感谢北极公在地方信仰 及文教公义做出许多贡献 那今年建庙一百年 那总统在竞选期间 也曾经来过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也算是还愿 那同时也赠扁给我们北极公 感谢他们对社会的贡献 尤其这个北极公 不只是一个宗教中心 在我们板桥地区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 甚至慈善的一个单位 对社会的贡献很大 北极公庆祝建庙百年 祭玄天上帝圣诞千秋 现场也迎来不少民众 除了感受玄天上帝圣诞氛围 也为自己惨败祈福 记者的您家板桥报道